大家好, 現在來到第四部分, 會做一個網頁的瀏覽測試速度 之前試過, 因為CPU 的檔案和開啟程式的速度是比較慢的 還有之前的OpenGL 檔案, 因為解像度不同, 所以剛才的測試, 無法顯示立體的圖形 現在再簡單看一次, 這是藍色, 正方體 畫面, 這個是一個普通的立體木箱,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流暢度 和1GCPU的比較, 都有點質感, 希望遲些會優格好些 這個就是透明效果的顯示 還是未知會很流暢, 大家可以看看Series的分別 另外這個模化的效果 還有這個反光 其實它的立體顯示, 不可以說真的太差 只不過可能廠方未優化好, 還有CPU的頻寬問題都有一定影響 OK, 是這麼多 那大概, 立體運算, 其他機能, 大家都心中有數 看看個人需要 OK, 那上網 上網 上網就 兩部機, 去對比一下 那都是用回 原裝Android的瀏覽器 那就將它橫平 先看一看 先看 我們第一個去 English的中文版 看看大家 看看大家 的速度如何 Series就差不多 撈完了 那Series還可以 對應FIRST的顯示 一些會移動的廣告 那Series都差不多了 那Series 都差不多了 OK, 攝影機拌完了 那一開始 瀏覽網頁 這裡都 一開始進去就很順 上下 T7還在拌 可能還有其他圖片 試一下 看到這麼大的7吋的螢幕 看網頁是蠻舒服的 網頁是比較大 多圖片 把全頁去看一次 之後再翻 就已經比較順 因為它還在拌 現在OK了 我們去第二個網頁 就去賣TVB 賣TVB可能有些 因為一般看電視的朋友 都會經常上去看一些電視的網頁 有些節目預告 這些新聞 Series都錄完了 還出了第一圖片 Smart QT7 TiR廠方反而應該要對 CPU的程序的運算 應該要做多些優化 應該要做多些優化 基本上 所有資訊都錄完了 那 留意這個 FIRST廣告 就 Smart QT7 就不會動的 就是一個靜止廣告 那 既然不對應FIRST 那 就 更加看不到影片 那 就看看這一部 先 好 就 身處的地方 是看不到 那 是現在 是否在香港 其實在韓國這邊 其實在韓國這邊 那 再簡單一點 上去Youtube 上去Yahoo 看回到Yahoo 字要出來 先看回到Yahoo 都是比較快的 現在已經錄完了 Smart QT7 還在錄一半 噢 差點 那 電量 計算 其實就比較 古怪 可以這樣說 因為它如果剩下15% 的電量 的電量 其實還可以玩到兩個多鐘的 網頁瀏覽 那 就兩個螢幕 對比一下 那 T7螢幕看起來 就比較白 比較光 那 Series的螢幕就是 Emily LED 那 在 在Yahoo 的網頁就比較快 快過之前的 Angers 那 再看一個 就是HongKong EPC的主頁 那 都很多 嗯 算是很多圖片 還有一些 比較大的主頁 那 兩個在一起 噢 這個是 討論區 那 這個 才是主頁 那 Series 那 Series 就去完討論區 再去主頁 都 快過 T7 那 T7都 開始 對 Series OK了 Series Series 那 Series 那 Series Series 那 Series 旁邊 這些呢 就是 FIRST的圖片 那 就顯示不了 那 那 就是了 先把網頁 拉一次 然後就很順 打直 都可以 那 那 資訊就 打直 其實 對於一些 資訊多的網頁呢 就會看得舒服些 好 然後 就 就是 原裝的網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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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慢的 那 那 就 我會預載了這個 XQ XQ 的 瀏覽器 那 就快過 Smart QT7 原裝的 很多 那 大家再 再跟 再跟Series 去比較一下 那 那 那 比較回 這個 中文網頁 那 或者看不到 loading bar 速度很快 那個XQ XQ 瀏覽器 那 大家看到了